北京时间11月29日凌晨4点,2018-193季欧贯小组赛第五轮,法甲霸主巴黎圣日尔曼,主场迎战利物浦,贝尔纳特和内玛尔连入两球, 打巴黎一度2比0领先,利物浦由尼尔拉拔入点球,最终,利物浦克场1比2高负,本小组不轮过后,纳布勒斯9分还在榜首,巴黎圣日尔曼8分紧随其后,利物浦6分排在第三位,贝尔格莱的红星4分已经提前出局,领导负于贝尔格莱的红星,1比2不敌巴黎圣日尔曼,利物浦火生生将自己逼上绝境, 小组在最后一轮,利物浦将在主场迎战奈布勒斯,巴黎圣日尔曼客场挑战贝尔格莱的红星,目前,本小组还没有提前晋级16强的球队,这可不是真正的死亡之组,本小组晋级形势如何? 我们一起看看可能发生的情形,纳布勒斯只需要暂停利物浦,就能吻获欧冠16强席,巴黎圣日尔曼只需要战胜贝尔格莱的红星,也必然能获得了晋级资格,所以利物浦的形势是最危险的,最后一轮赢不了纳布勒斯的话,就100%出局。 利物浦有没有晋级希望呢?当然有,主场迎战奈布勒斯,如果克洛普的球队能赢两球或以上,也能凭借与纳布勒斯的相互战绩优势,确保晋级16强,如果利物浦只能赢纳布勒斯一球呢? 这里面,又有很复杂的计算方式,若是利物浦一比零击败纳布勒斯,那么同级九分的情况下,利物浦和纳布勒斯相互战绩完全一样。 纳布勒斯主场一比零利物浦,利物浦主场一比零纳布勒斯,这旧的比较小组总的竞胜球,纳布勒斯从加三变成加二,利物浦从加一变成加二,竞胜球交通怎么办? 在比较总进球数,利物浦九个,纳布勒斯八个,所以一比零的胜利,意味着利物浦能吻压纳布勒斯,若是利物浦打出二杠一或者更大比分的一球小胜,那么利物浦就极有可能无法出现,原因在于,利物浦首回合客场零到一负于纳布勒斯,主场赢二杠一,三杠二这种一球小胜的话,在三户战绩PK中, 纳布勒斯卧有客场进球优势,一旦巴黎击败红星,巴黎十一分夺得投名,纳布勒斯九分进击,利物浦九分出局,还有一种极端状况,如果纳布勒斯,巴黎圣伊尔曼,利物浦都是九分,谁会是不幸的出局者? 三队同击九分,意味着利物浦战胜了纳布勒斯,巴黎圣伊尔曼和红星打平,那么,三队要自行组建一个小金分榜,利物浦对阵巴黎一胜一负,对阵纳布勒斯一胜一负,拿到六分,纳布勒斯对阵利物浦一胜一负,两瓶巴黎圣日尔曼,拿到五分,巴黎圣日尔曼对阵利物浦一胜一负, 两战纳布勒斯两平,也是拿到五分,这样的话,利物浦还是小组投名,巴黎和纳布勒斯同击五分,就得一次比较三队之间的进胜球,进球数,巴黎大概率能确保第二名进球数比,纳布勒斯多三个,附录,本小组三强对话战绩,巴黎二负一利物浦一物浦三负二巴黎,巴黎二到二纳布勒斯那布雷,四一到一巴黎纳布勒斯一比零利物浦, 普利物浦,纳布勒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